這次的手手市集呢 其實就跟大家旁邊看到一樣 除了有二手東西之外還有一些文創的商品 那在這邊呢 基地也要感謝手手市集呢 提供現場的硬體設備 若不是他們呢就沒有辦法完成這一次的遊行 在台灣有許多的統治遊行 有台北 有花蓮 還有高雄 以及台中 現場有沒有高雄的朋友 有嗎 舉手一下 肚子你看高雄來的朋友 相信這些遊行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台灣各地遍地開花 讓我們能勇敢地站出來 展現自我 為我們爭取權益 我覺得其實可以多給自己一點時間考慮 並不是別人是那樣你就是這樣 而且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跟家人好好溝通 像我今天過來是昨天跟家人大吵架 那我覺得其實如果你跟家人長時間好好做協調的話 他們還是可以漸漸接受的 就我們可以就不用再躲在櫃子裡面直接站出來彈在陽光底下 沒有錯講得很好 而且我們的基地啊 當你遇到出櫃有問題的時候跟父母吵架的時候不知道該怎麼辦想哭的時候 甚至想不開的時候基地都有提供這樣的服務給你做諮詢 可以打電話也可以到現場來對不對 對 好謝謝你 台中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其實剛剛 志工朋友還有剛剛那個高雄的 渡門 路景有提到說 我們辦一場遊行非常辛苦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那麼辛苦的事情 各位知道嗎 不知道 因為你們值得 我值得嗎 對 你們值不值得 很小聲 你們值不值得 值得 值得 那我們今年台北的遊行呢是在10月25號 那我們相關的路線跟主題呢 我們會在粉絲頁跟官網上公佈 那就請各位就 Follow我們的官方的網頁跟粉絲頁 這個時候自己本身就是一個 就是有各式各樣的族群 然後我們一開始是跟 動物保護團體有合作 就是我們自己是 有一個私人的 就是會募款 然後大家捐款 因為我們參與會捐衣服 然後跟 其他人 就是如果我們會收到錢 然後我們會把錢都給各個勾搶 然後像是 不管是之前反和事 或是 或是還有我們之前的那個 反黑箱 我們所有市集都有聲援 然後到今天的同事大遊行也是 因為我們市集就是一個 其實 其實一開始的理念就是 就是 比較弱勢的人 然後大家一起來工作 然後就是有點像是一個工會的概念 然後 剛好 剛好這個市裡面的人特別都是 比較特別的族群 所以 所以我們 我們 集結在一起 然後我們有力量 然後我們會在 每個禮拜 的各個縣市 都會舉辦 活動 今天最開心 因為我今天 很期待 因為今天這次算是 算是 首首第一次 真正跟同志 遊行 有結合的活動 因為 以往 以往我們都是可能 請邀請 邀請同志族群來擺攤 或是 有一個公益的攤 就公益團體進來 然後我們會 幫 讓他們有募款的機會 這樣子 對 然後 我很開心 因為今天是一個 就是更公開的場合 我希望就是 仁讓 仁讓就是 這個社會上的人 看到我們的存在 然後尊重我們的 聲音 今年的主辦單位 跟大家以往看到的不一樣 是因為 我自己 自願跳出來 接這個職位 我覺得 其實像梅子阿末 他們其實都是 強勝軍 或是大家都常看到的 那我覺得 這麼多老前輩已經 籌辦這麼多屆 他們一定很累 而且 如果都沒有一些 心血進入的話 其實 也會有一點 就是卡住 沒辦法進步的感覺 那我覺得 我自己 其實在去年 參加過 那個 從現場 志工之後 我就覺得 是不是應該看到 這麼多異性念 都在為同心念做事情了 那我們自己 是應該要站出來 做一點事情 那我想跟大家預告的是 我們今天的遊行時間 在10月25號 照慣例就是 每年10月的 最後一個禮拜六 這樣子 那其實 我知道很多人對去年的主題 都很多覺得有爭議性的部分 我覺得 這其實 也不算什麼爭議性 這就是我們同心念多元的一個地方 那這也是我們遊盟一直很想要讓大家知道是 我們很多 很多弱勢的聲音是需要被大家看見的 那就請大家 10月25號到台北街頭來 接受我們想要跟各位對話的聲音 花蓮同志遊行是台灣目前唯一一個由學生團體自發性籌辦的同志遊行 那在去年5月第3屆遊行結束之後 其實 台灣發生了不少事 像是 11月的 互加盟 舉辦的反972遊行 那在花蓮場的時候 我們的縣長 傅崑奇 甚至在台上說 即便同志婚姻過了 我們同志也不能在花蓮的護政事務所登記 他說他不承認 然後 甚至在3月的時候 家庭 一走我們看見的異性戀霸權 更加深了傳統婚姻 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 刻板印象 所以花蓮遊行 決定就是把 以往 在5月舉辦的 籌備時間拉長 我們今年移到 今年的9月27號 禮拜六 舉辦在 花蓮文 文化 創意產業園區 那我們今年的訴求是 一同有愛 花蓮無愛 那花蓮無愛的愛是障礙的愛 那這個訴求的 精神是 我們 我們認為就是不管是 主流的異性戀 同性戀 雙性戀 直同志 甚至是其他更多性別特質的人 我們都有愛人和被愛的能力 以及渴望 所以在每一個人在社會生活當中 都應該要享有實質平等的權利 所以我們 期望透過遊行 可以打破 惦記於 性別宗教族群 因素的層層阻礙 讓更多人理解 傳統異性戀 一夫一妻的家庭 並非幸福的唯一模式 當天空昏暗 當氣溫時長 你用巨大的堅強 總能抵擋 牽手對不對 他是因為我們所有人把手牽起來 就這樣舉到晚上九點好不好 好 好 你們就像我們的喜願一樣 我們歡迎你們新娘子進場了 剛剛有請的騎手幾年了 騎手的話今年是第二年 那乾巷是如何 啊很辛苦 可是真的很值得 因為 就是 只用採用其實非常有意義 參與的過程當中 你有什麼收穫嗎 就 主要是學到很多吧 而且可以管理很多志工 對 管理志工會學到就是 怎麼樣去處理一個團隊 然後去運作一個團隊 Gay Right Human Right Gay Right Human Right Gay Right Human Right 盛端排輪節 啊 完整圈什麼力 他們很放開 你們姐 今年是幾倍 請問今年是幾倍 Gay Right Gay Right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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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Human Right 我不要牽手ession 兩位做 Verse 2 不要牽手 Human 我要牽手 Gay Right Human Right Gay Right 那跟你們今天其實 現在要給你們選什麼訴求嗎 Gay Right 日本要給你們選什麼訴求嗎 你們今天要表人選訴求嗎 Gay Right Rシー 沒有三點露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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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你們今天舉起 有表達什麼訴求嗎 其實目前還是有很多的保守團堅持 婚姻一定是一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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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認為其實這個社會上已經有 各式各樣多元的家庭 OK謝謝我們的谷小姐 再來呢要向團體呢 在遊行之前我們有介紹到 其實應該是有能夠把這些各式各樣多元的 甚至是弱勢的家庭 能夠站在進法律的保障之中 也不是更加的去剝奪 他們都能夠擁有的資源 他們都能夠擁有的資源 這樣子的話其實對於這整個社會 是沒有各種的意義 因為所謂幸福家庭的定義 也絕對不能夠被如此的 狹隘的壟亂 因為很多現在其實很多的家庭 可能都是單親家庭 德在教養等等 所謂幸福家庭的定義 絕對不是那麼狹隘的直接在一批一批 那一批一批一批之中 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其實前兩天我就有在那個台北的GSTAR 就是做預告 就是今天會過來給大家一些鼓勵 那我也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今天對我來說是很特別的一天 因為今天下午我在桃園參加了一個很大型的 一個集體結婚的結婚典禮 然後在裡面的新人有飛行官 有醫生 有護士 當然我也遇見了我的五專同學 但是我一直很希望 很希望就是在這樣子的一個場合 未來也可以看到我的同志朋友們 然後接受大家的祝福 所以其實我今天真的很激動 要來這邊之前就是 對 希望來這邊我用我一點點的力量 然後唱兩首歌給大家很多很多的鼓勵 然後也希望我們可以當一個幸福的勇者 然後牽起你最愛的那個人的手 我們勇敢的往下一步 往明天邁進 好不好 好